晚间十点多偷天错起火燃烧 情急之下屋里一名男子竟从二楼沿着水管跳下来 好在他人没事赶快站稳 拉开铁门接水管要绣火 附近邻居见状也全跑过来帮忙 火势大道难以控制 屋内有两人受不了也跟着跳下来逃生 索性都意识清楚赶紧送医 不过没出来的还有两人 消防救出发现其中一人严重呛伤 另一人更直接失去生命迹象 被消防员背在肩上救出火场 恐怖火警发生在彰化市张南路一段 这里是移工宿舍 消防从屋内迁出被烧毁的电动自行车 邻居怀疑当时电动自行车正在充电导致意外 这一夜很不平静 彰化市长寿街有豆腐店也防火烈焰 豆腐店虽然无人受困 但消防挺进却发现 里面居然囤有33只瓦斯孔 而且每只都重达20公斤 有的还已经被熏黑 有爆炸风险 赶紧把这些全搬到门口洒水 一晚两件大火 彰化消防员疲于奔命 令人遗憾的是 其中一件还酿成一死四伤 详细起火原因 有待调查理清 记得城市晚刘碧旺 沙涵彰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